- 組長,我們今年的拆旅費,因為地震處和下面的六個地震事務所,總共編的拆旅費有685萬 現在這些拆旅費,我知道很多地震同仁他們因為要測輿出去 會有很多拆旅費的需求,編了685萬分別在每一個單位裡面 我想請問一下,如果要去外縣市出差的話 是不是要拿車票回來才能夠來報仗? 外縣市的話,那就要看他是自行開車去還是開公務車 有沒有車馬補助費的部分? 車馬補助費怎麼合銷? 車馬補助費的話,就是依照他們 假如說是坐高鐵的話,就要有高鐵的車票 那如果開車呢? 開車的話,原則上就是他要申請開車的那個 就是不能報車資 不能報車資,然後會依照距離有一個規範 規範,對 那如果他今天,譬如說他申請出公差的時間 是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的話 他有需要進辦公室刷卡嗎? 如果超過一天的工作時間,有需要進辦公室嗎? 原則上他是,就是一般八點的話是要先抓 然後你要出去執行的時候要抓退 那假如是外縣市的,因為有的部分是比較早就要去到那個地方的話 原則上他就比較不方便來抓卡 對,沒錯,我想喔,苗藝雖然很大 但是從南到北開車大概兩個小時之內其實都可以結束 接下來我要跟你討論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是 剛才從處長的回應是說 那我接下來下一個問題要問你 如果是在縣內的出差的話 他怎麼來合銷? 他所補助的經費是怎麼規定? 縣內的話,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散閘費是兩百,整天的是兩百 那其他的,就是車資的部分 就是看他去哪邊 去到那邊,假如說他是開公務車 那就沒有車資的問題 對,會有公務車的紀錄 那如果他自己開車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有一筆經費 那他怎麼合銷? 他去到對方那邊的時候,需要做簽到嗎? 會有紀錄嗎? 沒有,原則上 沒有,好 處長就是這句話,沒有 所以這筆東西到底要怎麼合銷? 你去到出差的那個地方 他也沒有一個資料 不管是簽到或者是會議紀錄 就你剛剛說的,沒有 接下來 這個問題非常的嚴肅 在前一陣子 有一個地震單位的基層的公務員同任 來告訴我說 他進到這個單位的時候 主管跟他說 我們每個月會有三次的差旅費 可以領喔 然後他就一頭霧水 旁邊的人就開始震效 後來他才發現 每個月都有三次的出差費 可以領 但是他從來 他領了一年多 他從來沒有在該出差那天 踏出他的座位過 從來沒有在他出差那天踏出他的座位過 我手上的這點資料 就是非常完整的 所有相關的東西 那為了保護他的個資 我所有東西都做了遮筆 這一頁 我們可以先看到 A員就是這個職務代理人 他在給我們資料裡面 他除了是職務代理人之外 他自己當然也有去出差 A員是職務代理人 B員是要去出差的人 然後他的出差的時間 是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那這份簽準 除了有A員要出去的 而且A員作為職務代理人 B員是要出去的 還有C主管 全部都有簽 一個是到竹南的地震事務所 一個是到 一個是到通宵的地震事務所去出差 然後他都是第一課 然後呢 因為他要出差 然後空的時間是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但是我們卻發現下一頁 要出差的這個人 B員 他明明7月16號跟7月7號 他整天從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 他都必須要在出差的業務中 但是他卻在他的位置上 簽公文 上面這些東西就是最正確的找 都有蓋他的章 還有時間 整個下午全部都留在他的位置上面 那也不只這樣子 跟我們投訴的人就是說 那個人根本一步都沒有踏出地震事務所 都沒有踏出地震事務所 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一頁 一個月可以領多少錢 一千兩百塊 那並且下面的這個帳號 就是他提供給我們這些錢 確確實實的進了他的帳戶 這個現象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 他從2013年到2014年的出差 2013年的7月出差三次 8月出差三次 9月出差三次 10月出差三次 11月出差三次 12月出差三次 2004年的1月出差三次 2月出差三次 3月出差三次 4月出差三次 5月出差三次 6月出差三次 7月出差三次 每一個月都出差三次 這麼巧 這麼巧 一步都沒有踏出他的工作範圍 在位置上 理財旅費 一樣做他的公文 每個月出差三次 一千兩百塊 每個月放進口袋裡面 最應該奉公守法的公務人 私相授受 貪污舞弊 把人民的納稅錢 放進自己的口袋 亂七八糟 叫人民怎麼能夠接受 出場 出場知不知道這種事情 原則上 我不知道 原則上 想要碰到這種事情 我們會請各所的主任 棄查 好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要出差的人 知道 職務代理人 知道 簽和的主任 知道 對面要過去的地震事務所 難道不知道這個人 今天要來出差嗎 而且這個人是一刻的人 他都是內田的業務 他有什麼理由要出差 上面寫的全部都是 恰伴土地登進其他相關事理 他到底去做了什麼 因為他根本沒有去做任何事情 他就坐在他自己的位置上 那這種事情 他在2014年的8月領了一次之後 他良心不安 覺得不能夠再繼續這個樣子下去 所以他拒絕了這件事情 之後你知道他有什麼事情嗎 他被同仁排擠 被同仁霸凌 他一直希望可以調走 但是主管一直把他的考基平給最低 讓他沒有辦法簽掉 一個想要走的人 一個不想要跟同屋河流的人 還把他留下來繼續霸凌 這是什麼政府啊 真的是 臭不可聞讓人無法接受 所以呢 要把他留下來 等到他真的忍不住的時候 就帶了資料 來找可以信任的名義代表 來投訴 就發生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他已經去自首了 他已經去自首了 我手上的這點資料 早就已經提供給檢調了 在我今天質詢完之後 我不知道錢之內啊 檢調就會立案 去自首的人 只要把他的非法所得 交回去並且自白 然後還有做完相關的非路的時候 基本上他可以或者不請訴 他不會有問題 但是呢如果檢調已經立案 然後所有的關係人 如果他們都已經開始偵辦的話 他就不是自首 那這樣子去叫做自白 自白跟自首中間就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因為在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去叫做自首 但已經知道的情況下承認 那叫做自白 公務員 炸了參與費 這是貪污 這就是貪污 雖然每個月的錢 只有錢多塊 那個長年累月下來 到底多少人民的納稅錢 進到這些公務人員的口袋 我知道有非常多的局數同仁都非常的優秀 非常的認真 一定都是奉公守法 但是就是有這種現象 持續的發生 為什麼他們會這個樣子 因為他進來之後 他不曉得這樣子的內歸 那所有的人都在做這種事情 他一旦不願意配合 因為他必須要當自白 但當他不願意配合的時候 他們就找其他人當自白 所以整個體系 我懷疑整個地震體系 根本就一直都在做這種事情 處長一定也知道 去年或是前年的時候 竹南的地震事務所 其實就發生這樣的狀況 那他們是把那個 經費的明目 錯用明目 那檢調也有調查 那並且在三川局 三川局 一樣有這個樣子 詐領出差費的狀況 那並且之前的現議員 一位理性的現議員 他的詐領 助理費的狀況 檢調怎麼調查的 去用GPS定位 所以這些東西 明文上的紀錄 就已經這麼明確了 就已經對證確鑿了 如果他們用GPS定位去找 你這一天明明要出差 而且你也領了錢 但是你的GPS定位 從頭到尾 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的時候 無話可說 沒有辦法承認 就是詐領財理費 所以我在這邊 奉勸 所有過去有領過這種錢的人 現在錢這樣還沒有立案 當你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拜託你去自首 拜託你去自首 或許有很多人 他是破於職場的壓力 他是破於主管的要求 而做了職務代理人 而幫忙做了這些錢 大家都有領 我沒有道理不領 然後這些錢 就進了他們的口袋 我希望所有的同仁 尤其是地證處 地證處長不曉得 昨天沒有收到一份公文 檢教應該已經有發一份文 去邀請你們凍結所有的資料 我不曉得你們收到了沒 但是基本上他們有做這個動作 好 再來是 如果有任何人膽敢 去篡感過去的資料 準備進階的人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嚴肅的事情 那我相信 不只是地證處 可能有這樣的事情 其他局數 我不知道 或許也有這樣的事情 持續的在發生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 苗栗縣政府 從上到下 所有的同仁 如果過去 曾經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拜託你們去自首 拜託 你們去自首 讓人民知道 我們苗栗縣 不是一個 會把人民的納稅錢 放進自己口袋的地方政府 鄭峰 可不可以來撤查 可以 好 拜託鄭峰主任 剛剛現場去交代 好 再來 主計 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之下 在檢調還沒有徹查 完成的情況之下 我建議 遞證處 全部的採領費 全數凍結 等到檢調結果調查出來之後 才可以持用 可以嗎 採領費是 我們公務人員出差 我們必須要給他的相關的經費 那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在詐領啊 所以說 而且 那個 人數對上應該也是不一樣 對 所以就是 呃 如果說真的有詐理的同仁 跟其實認真 出去出差的同仁 也不一樣 但是因為我不知道 到底有哪些携帳 所以很有可能他持續的在做這件事情 但我們還是撥這個經費 進到他的口袋 好 沒關係 我建議啊 我這次會提案 地證處所有的採領費 尤其是地證事務所 有地證處可能OK 好地證事務所建議全數動結 好地證事務所建議全數動結 等到檢調 清楚調查完之後 才能夠持用 我也沒有要刪除 動結 等到調查完成之後 才能夠來持用 議員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 假如動結的話 對那些需要去執行公務的人來說 好處長 那你可不可以在這個台上跟我保證 從今天開始 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 原則上我們會 跟各所的 同仁說明 你跟他們說明沒有效力啊 發生之後誰要負責啊 是那個基層的同仁自己要坐牢欸 你都不用負政治責任 各所的同仁跟主管 是不是你監督的 是不是你屠老 對啊 那你要下台嗎 如果未來發生 這種事情持續發生後 你要下台嗎 你只能在持續發生 他就跟我說 你會跟他們說 這樣子的說法 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縣長 縣長 怎麼看這件事情 呃 謝謝尊嚴 今天針對這個 大臨實在會的事啊 我剛才已經有要求政府去處理 那至於說 呃 這個 為了這種事情 把所有存在被凍結啊 我想這是引以退職 好 縣長 不去做違法的事 你就是要去承擔 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局處同仁自己承擔 業務的單位的主管 不需要付政治責任 當然要一起付這個責任啊 好 如果今天都處不好 那你自己要有這個責任 好 處長你什麼時候上任的 什麼時候在地政處 106年 至少我提出的這個案件 不是發生在你在當處長的時候嘛 但是未來 如果 如果自首的人 發現是在你上任的期間之內 他們有詐你財旅費的話 縣長怎麼處理 或者是其他局處同仁 有人去自首 然後有現場的一級主管 是在他們的任期之內 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縣長怎麼處理 如果是這個部分啊 牽涉到這個 除了這部分 查了這個市證以後 那就受入這個 呃 對啊 考紀會嘛 送的是他們自己 來承認的 來承認的 他有可能供應自首 自首的 那如果 還是要送考紀會 對啊 我的意思是 就是如果有發生在 他們當主管的時間之內 然後有發生這樣的事情的話 一級主管要不要負責 這個是考紀會的 他們可以去做學生 好 沒關係 縣長不願意直接做 正面的回應 尊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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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